政治九點要來看到是國民黨總統參選人胡友宜 昨天喊話柯文哲說要來重新檢視九份民調 那麼對此呢 柯文哲進辦總幹事黃珊珊 今天是周開的記者會直接拒絕重審民調 而且也強調繼續爭論 只會讓雙方支持者感到困擾 黃珊珊說呢 核心的目標是推出最強候選人 而不是彼此來互打 對許多選民來講 整合的過程比結果還重要 但是目前呢 這個民眾黨內部 恐怕面臨到的是金流堪率 藍白破局沒有回頭路 民眾黨找來兩位專家作證 由總幹事黃珊珊再次召開記者會 回應侯友宜拋出的重審九份民調 結果當天花了五個鐘頭的統計專家 都已經在現場看過 其實科學就是科學 同樣的數據要先 同樣的數據不會有不同的結果 現在又要重新再做計算 等於重新來過 其實也是當天晚上五個半小時 那我們不曉得到底在做什麼 藍白河這麼重要的一個 這個決定國家未來領導人這樣一個調查裡面 如果他的調查是只採用了式化調查 勢必有一部分的民眾是沒有辦法被訪問到的 這是我們為什麼主張兩份純實化調查必須被排除的原因 拒絕重審民調強調再做一次 只是把彼此針點放到媒體 讓支持者有更多紛爭 但黃珊珊被標籤成主戰派 甚至被說如果藍白不合就會成為歷史罪人 我在重振二十四年 我有沒有誠信 大家已經很清楚 第二個 現在用其他的方式來攻擊我個人 其實沒有什麼意義 要把我講成罪人很簡單 讓賴清德當選才是真正的罪人 臉明侯友宜敬拜發言人黃子哲 常上節目喊破局民眾黨要負最大責任 黃珊珊質疑竟然認為民眾黨這麼壞 為何還要找柯文哲合作 但話風一轉 強調還是願意團結一切可團結的力量 只是民眾黨也不排除走自己的路 十九號的造勢大會 柯主席已經講得非常清楚 他會以台灣民眾黨總統候選的部分拼占到底 不管 但是我們還是會盡力團結 可團結的力量 眼看二十四號就是登記截止日 藍白河持續卡關 侯陣營急跳腳 柯陣營很淡定 但若雙方依舊互不退讓 恐怕一切都將淪為泡沫 接著為林彥 張凱琳採訪報導